民眾黨的高鴻安當選新竹市長之後 現在新北市議員當選人卓冠廷卻在節目上爆料 說4號晚上宣揭民眾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塞了幾個北市府的人給高鴻安 兩人因此爆發激烈口角不觀而散 而柯P上午出席行程也怒嗆 這次一定會告 我跟高鴻安拿什麼地方吵架 我差什麼人給他 講得好像跟真的一樣 我跟他惡阻這一種 這一種造謠說謊 我想我這次選下一定決心要告他 柯文哲火氣超級大 全英位新黨選新北市議員的卓冠廷 指控柯P企圖寄生新竹市政府 柯文哲他點了幾個台北市政府 就是我們過去所說寄生台北市政府 這些民眾黨的幹部 要高鴻安把他帶去新北市政府 他們兩個有傳出口角 是非常不歡而散的 爆料柯P和後任市長高鴻安爆發衝突 柯文哲這回決定不忍了 卻疑似爆出出口 卸任前要訴諸法律行動 我們一定會介紹人給他 那我什麼吵架 他開始網軍鳴嘴側意 我這次真的下令決心要告他 拿他記起 新北市三重動土 柯市長順便動怒 尤其子弟兵高鴻安遭檢調調查 助理費宜雲 柯文哲還沒去提告 先罵台灣司法機構 新竹市那個花了12億打兩場球 就不能用球這樣 檢察官調查局有沒有去查 每天查那個60萬的助理會 司法應該獨立 不是國家的政治工具 日前柯市長出訪沖繩 跟被爆料搭乘廉價航空時 耍特權要求VIP服務 柯文哲也嚴正駁斥 我一下回去就看到車 就趕快接駁車趕快跳上去了 難道我坐在前排 要等後面人下來 我再去故意去坐最後的接駁車 這也不可能嘛 我哪有去要求什麼 什麼特權 一樣嘛 造謠啊 即將卸下市長身份 12月底交接前 柯文哲再沒包袱 柯大炮回省 火力全開 加上我們家的黃明晨 看不到